百福國中校園內出現小小三槍躲進廁所 消防人員貨爆拿著網子慢慢逼近 他很好動 小三槍受到驚嚇不斷的跳動 還發生尖叫 原來這支三槍在學生找自習時 突然衝進教室 撞到學生的腳 讓學生驚慌大叫 聽到同學他說什麼 有東西跑進來 然後後面他跑去後兩台之後出來 我以為是大老鼠 然後我就起來看 然後看一看之後發現 他從前面進狗 我就摸一下 反正發現他是三槍 一開始他進來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一隻狗 然後後面是隔壁班告訴我說他是三槍 因為他可能也很驚慌 撞到我們孩子的腳 衝進去 然後孩子就尖叫聲 校方在第一時間 發現三槍闖入校園 師生很激緊 把三槍引導到女側 最後把門關起來 通知消防局前來處理 而小三槍因為太過緊張 眼睛和腳都有一點受傷 從他的外表來看 這支三槍目前腳部有受到受傷 還有臉部也有一點輕微的傷 那目前我們已經通知動保住了 那由動保住來把他帶走 做後續的治療 那在此呼籲民眾 如果有類似的動物 不明物體 或者進入校園的話 引起騷動 那最好還是先把他局限在一部分的範圍裡面 交由相關單位來處理 在這件把三槍引入廁所裡面 然後關上廁所門 這樣是非常恰當的一個做法 對我們要講是第一次有野外的動物進來 剛開始大家也是會很緊張 不過老師也藉由這個機會提醒同學們 這次的生命教育 請大家不要慌張 那我們就妥善的把這個野生動物先困在廁所裡以後 然後我們再打電話 請我們的動保團體消防局來協助處理 那透過這樣的活動 也希望說讓我們的學生感受到 這種野生動物的可貴 然後也再一次讓學生感受到 這個生命教育的重要 動保人員表示 光是今年起就發生十多起三槍 誤闖民宅事件 而小三槍跑到學校反倒是第一次 應該是找食物 而且他比如說跑比較下山一點 剛好就碰到有流浪狗 就被流浪狗一追他就跑 動保人員小心翼把三槍帶回 先幫忙治療 再進行掩放 讓他回歸山林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